繼續來關注金華城弊案 再押被告吳順明 嘉祺縣將屆滿 檢方依法申請聚保停押 而今天法院將開庭審理 最近情形我們連勝給記者公平囉 好 各位觀眾 持續在北檢萬里帶來 檢方正賣金華城弊案的最新進展 檢方呢 持續要來查這個賄賂的金流 還有跟這個柯文哲的對價關係 因此呢 在今天是第四度的 來借提省慶金的新婦 也就是這個錢鼎月開發董事長 朱雅虎 那我們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呢 走在第一位雙手上靠 穿著藍白托的這一位呢 就是朱雅虎 那其實面對記者詢問說 會不會後悔是行賄了多少錢 他其實都沒有進行答覆 並且呢 是直接快步走到北檢了 那稍後呢 就要來開這個偵查庭 那其實今天檢方在下午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要來開這個 吳順明的聚保停押的開庭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呢 沈慶金 映小偉 還有吳順明 他們三個人的積壓席線呢 即將要屆滿囉 不過呢 警方呢 在為這個沈慶金 還有映小偉他們兩個人的部分呢 是在為他們申請延壓 那這個吳順明呢 因為警方認為說 他把所有的市政呢 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已經拱出來了 因此呢 是再來幫他申請這個 聚保停押的部分 那結果呢 最快喔 預計會在下個禮拜一 跟沈慶金還有映小偉 他們兩個人一起說爐 那有最新消息我們將隨時為你掌握 先將鏡頭轉入口內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